全场轰走36加10 三分球五头全中 冷静高效 更具备冲击力 这到底是MAP威少 还是领着78万的底薪威少 其实对于被质疑被看扁这种事 威少早就习惯了 今天的比赛就是他最擅长的回应方式 16岁那年 威少第一次独自坐飞机出远门 他从洛杉矶出发 目的地是2100英里之外的 亚特兰大篮球训练营 但故事简直太尴尬 当威少赶到报名处的时候 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 却始终找不到他的名字 眼看着身后的同龄人越拍越多 威少紧张到出汗 他只能找到坐机 打给洛杉矶的莫里斯教练 然后站在旁边等待 整整四个小时后 他才终于被带进球馆 接到了训练营的赞助 求衣求鞋 显然这是其他人选剩下的 尺寸码数完全不合适 因为这里没有人认识你 在后来的采访里 威少不止一次提到过这个故事 当时他高二 在全美高中生里 位列给137名 甚至他连急停跳投都做不熟练 第二段故事 威少27岁 那年杜兰特突然宣布离开雷霆 一开始 媒体把矛头指向了背叛者 但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指责其威少 说他是雷霆的毒瘤 是带不动的铁王 是破裂讹成的罪魁祸首 一开始威少会愤怒地回应 一星期后 他干脆闭了嘴 这两段故事的后续是所有人爱看的爽门 17岁 威少用一年的时间身高暴涨 学会了寇兰成了主力 然后在卢金阁高中的训练馆里 被UCLA的囚探一眼看中 28岁 威少拿了联盟最高的厂军32分 然后搞到了震骨硕镜的厂军三双 正式迈入了历史巨星的行列 如今 威少34岁了 人生中他从未遭受过如此多的质疑 这一次他也不再想着重回巅峰 不过该证明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手软 或许他只是想赢 又或许他只是想证明 我只是老了 但我还可以是那个无所不能的自己 因此 我们也开始回音简直播 我们一起联系 找联系 可以重新联系 我们一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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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